院长再三表达说要对立法院的职权行事法提出复议案 请问院长立法院的职权行事法行政院说自然难行 请问行政院哪里自然难行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正式的立法院的大院的来文 我们一定要看到条文的内容仔细的斟酌 我们才能够依据任何的法律 院长对国家发生的大事以及立法院通过的条文 民进党不断的表达说这个是没有经过讨论 没有经过协商没有经过放了漫天的大谎 但是竟然信任了格魁说不了解内容条文 那竟然院长你不了解内容条文 怎么就主动说你要提出行政院的复议案 你连条文都搞不清楚就提出复议 这无非是对国会一个严重的侮辱 立法院通过了什么职权行事法 你不了解 但是你就率先表达要对行政院提出复议 这对立法院是非常非常的不尊重 公散传媒FTNN新闻网的朋友大家好 时间过得真快 公散传媒已经满一周岁了 衷心祝福生日快乐 健康吃肉体 也期许公散传媒不断突破创新 善用新媒体新力量 和国人同胞一起迎向美好的未来 最后祝福工作同仁 万事如意 何家安康 2023年4月 风散传媒诞生了 一路走来我们无畏辛苦展现专业 让FTNN新闻网达成千万浏览的成绩 我们无畏付出展现创意 让网络节目达成千万人次观看的目标 谢谢你们一路支持与陪伴 风散传媒感谢由你